廣場上拍婚紗散散步 民眾把握中秋連假第一天的好天氣 出門曬曬太陽 但中央氣象局表示日夜溫差稍大 各地最高溫來到35度 最低則在20度上下 今天直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的話 天氣上相對來說都是比較穩定的 各地大多時多人到齊 午後在中南部比較靠近山區 會有一些比較局部短暫的午後雷陣雨 那當這些午後雷陣雨停了之後 雲層散開之後 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在今天晚上直到明天晚上 看到月亮的機率其實都還算是 機率都蠻大的 至於8號生成的青苔梅花 最快10號轉中台 目前在鵝鑾鼻東南東方海面上 以時速18公里朝西北前進 預計下週一最靠近台灣 但外圍環流在10號晚間 就會帶入大量水汽 明天晚上開始一直到下週四 都會受到這個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那目前的話看的話 主要的降雨區比較偏向在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外圍環流影響10號晚上 雲量開始增多 東北部基隆北海岸一帶 都有降雨趨勢 從11號開始 東北部東半部都有雨 中南部山區還有午後雷雨 於是可能持續到15日 後天開始的話 它的導氧氣流會開始 逐漸的變得比較不明顯 所以從後天開始 它的移速會開始逐漸的減慢 尤其到了下週一 甚至到週二 週三 甚至到下週四 它都可能會在台灣的東部海面 這邊近視停留 梅花雖然距離遙遠 但中央氣象局表示 新的預測路徑更往西偏 最快廉價尾聲就會發布海景 民眾還得隨時留意 颱風最新動態 做好防台準備 進行為乾門興趣為政策訪報導